这个月13号是由义伦大白团出有严借 将义手提到金流感的时刻等于大白来 关乎和管警察局也下令队财 经过境后的调查第十八号算不破案 监视器有发现一部可疑的车 但是这车号不清楚 经过我们县长还有局长的鼓励 我们在做全面儿肠的清查 在昨天有一位无姓的犯贤 他也坦诚了这个案件是他所做的 经红调查有的监视器专业律 让这件的轮延案件不到一星期就破案 周遭的监视区调了12处 然后访查了将近有50场的儿肠 我们以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 及废弃物清理法送引领地检署侦办 另外这件事轮延派出所的警察 第十八号的保存罗 发现万幸救有机的失败 所长第十九号早上的四五点 特别地区的附近诞 最后专业驾驶各种司机再来诞 凌晨大概五点半左右 我刚好在现场埋伏 有发现了范险驾驶的一部自小货车 到了该处开始在气质机之 我就立志于前往盘查 在货车的后座发现了有100多只死亡的机资尸体 立即通报了环保局到场会刊 经警方询问以后也坦诚说 他是将机资尸体弃置在万新桥的栏侧 全案就依违反废区物清理法及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 移请地监署侦办 不过专家表示 这家不是地区金流感 是因为感冒失望 关于没有是一个冷却的感冒 要是在扫 扫现在他在扫养 没传绘的就是会戳起来 事实不是说什么情流感冒什么 这家要等会专出来才知道 是不是有地区金流感 不过专家也好有民众 有法行使家 也跟他一定会通报 如果有此类的事件发生 一定要依法处理 不要随意丢弃 一方面也不要造成更大的污染 自己也避免处罚 现在婚人关心理感染 希望的通报所両 已经超过9万价 确定感染到的中 也超过100兆 为了专家也带死金 作成狙犬口代 专家也加共存罗 只要接到通报也要转到 专家后有民众卖 以新企划 既然有用品彩虹不得